你好 你好 这里的风还挺舒服的 对 就是 就是太阳有点帅 要喝点什么吗 可以啊 你要喝什么 你好 请问一下喝点什么 塑拉水 塑拉水 我要这个第一个就行了 谢谢 孤单会把约会选在这样的地方吗 露天的吗 比较少 也会来 可能会跟好朋友来天气好的是吧 对 我看你微博 你有在养猫对吗 今天他去 他去剃毛了 因为他生病了 有时间养猫 为什么不找一个另一半 另一半没有 没有养猫那么容易啊 就养猫你只要喜欢了 然后就可以 当然你也要想清楚了 你要对它负责嘛 另一半还是要靠缘分 最近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因为疫情啊这些情况 疫情 阶段就一直宅在一个屋子 那段时间我们也在隔离嘛 出去 你会觉得 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很多 之前没看的 现在全看了 奥斯卡提名不提名的 然后 几乎都看了 都觉得也挺好的 就一个人的时候 你最近有什么压力很大的事情吗 最近压力很大 气快播了呀 我怕让别人失望 就是我 我不再是一个给自己定目标的人 因为我最怕失望 我是一个 只是希望活在那种 哪怕是假想的 或是想象轻松的状态 我不太希望自己 活得太战战兢兢 然后就在自己这样 我听说你的心系讲了很多娱乐圈的事情 明星啊 经纪人啊 什么的 你觉得这些和你的生活像吗 我自己倒没有 因为他讲的什么 顶流 我又不是顶流 我属于是中年 你看好圈内谈恋爱吗 比如明星和经纪人 不是看不看好 有很多也发生了 就很多就是跟经纪人最后走到一起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其实你说经纪人这个职业 就包括我演的这角色 我真的会发现啊 你会不自觉的就会心疼你的艺人 就呵护他 你就会不自觉的把你私人感情带进去 哪怕是女女 男男都会是这样子 流量的话会影响 我觉得流量可能就不允许跟任何人吧 有勇气能够站出来的 我相信那都是好样的 就是真爱 或者就是 他特别勇敢这样去做 那人家不是说不曝光就不真爱吧 就是会权衡 或怕给对方带来麻烦 单身对你来说压力大吧 我已经过了那个压力期吧 就被催婚啊 去找男朋友 而且也单身久了吧 就还好 有因为单身焦虑很长时间吗 我都没有啊 我要有不早解决了 我就可能愁久了就不觉得 就是债多不仇人吧 知情相过亲吗 这段没有 当有朋友说 说有什么 有被拉去不知情的强制相亲 就说来吃饭 我就当年去吃饭了 做了一个人 然后说你们两个加微信 我说来了就加微信 就是怎么样 他单身了 当时我就知道 就被强行的是有 和陌生人聊天的话 一般你们都会聊点啥 陌生 其实我很被动 我需要对方很主动 所以我的利益界 可能都是男生比较主动 我都是 我不太会很主动 然后除非是他聊的话题 我很感兴趣 慢慢觉得 我也不太相信 什么可谓一见钟情 我一定要相处下来 感觉还不错 看能不能有缘分发展的内部 一般都是这样的 作为明星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社交圈 会越来越占 越来越占 那你有想要去认识一些新人吗 这样挺好 我觉得时间有限 然后精力有限 装不下太多人 谈恋爱的话 可以接受最大的年龄差是多少 其实我觉得年纪 那个门槛倒不是说那么的高 而是思想成熟度 就两个人能不能有共识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跟实际的年龄没有分达的 差距 但是我也不能接受太小的 你是个喜欢惊喜的人吗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 二十岁岁 但是我也会制造低级 现在更需要的就是踏实 就让我觉得 这个人在我身边我很安心 可能两个人不用讲特别多的话 然后就他在 就这样 我觉得这种感觉 可能更能达到 而是那种过于意识感的东西 偶尔有有就好了 太多有点累 如果谈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要互相查岗怎么办 就特别累 特别累 就小的时候我也会查 就我觉得查岗是可能会 有一部分人都会必经的一个阶段吧 就查累了以后你就觉得 何必呢 让自己那么累 对方也很累 就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给他自由 也放过自己好不好 我们再点点东西吧 你还想吃什么 我还想再吃点 那好 一点吧